第2301集 寻求合作 每一次纪元更替,天地破灭,永生之门就会再度出现,重新塑造诸天万界,演化出一个全新的宇宙时空来。 谁也不知道下一个宇宙时空会是什么样子,也许天界的规则会成为另一个模样,也许天界会消失,也许诸天万界都会统一, 也许是天地会悬浮成为许多板块,这都是没有规则的事情,但是唯一的是,每一次天地破灭,既是大劫又是机会。 永生之门出现的时候,许许多多的物质,大盗从其中喷射出来,得到的人都可以有许多个纪元的机会。 天君抓住了机会,就有几率晋升为先王,而先王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到达更高的境界去,追求传说中的永生之境。 这两个天君一出现,身上都拥有一种神物的气息,虽然没有方寒世上的天葬之官刹那王袍强横,但也近乎于不灭了。 两大天君一降落下来,那浮生天君冷哼了一声,大手一挥,一道光芒机设到达了化道天主的身上,化道天主滚滚火焰全部熄灭了,但是元气大伤掉落到达地面上,昏死了过去。 好歹是保住了性命,方寒并没阻止,只是说。 浮生天君,何土天君,你麾下这些天主冒犯了我,就这样简简单单地就走,是不是不太给我面子? 把天君的尊严置于何地? 那你还要怎么样?来到我启元王朝杀人,就算你是天君,也不应该这样肆意妄为。 浮生天君神色伶俐,他的弟子不败天主被方寒杀死,心中十分的愤怒。 好了,浮生天君。 何土天君淡淡地阻止了浮生天君的说话。 浮生天君方寒,掌握了丹界,连丹界之主的刹那王袍神物都融入了身躯之中。 而且还有传闻之中,造化先王清齐所有打造的天葬之官两大神物,融入一体,生生不息。 修为起码是笔子上度过了三四次混沌纪元,天地破灭大劫的天君,实力极其强横。 如此实力,自然有嚣张的资格。 何土天君已经看出来了,方寒的实力极强,所以有恃无恐。 对方说出这番话来,就摆明了是吃定了启元王朝了。 这何土天君也不简单,方寒心中一动,脸色却是很平常,只是淡淡地说。 我今天来到启元王朝并不是为了嚣张,展现我的武力是为了寻求合作来的。 要不然,这里在场所有对我不敬的人,早就飞灰烟灭了。 浮生天君怒火中烧。 寻求合作?说得好听,杀死我徒弟不败天主,掠夺他的尸骸,炼化了就是合作。 我启元王朝也不是随随便便一个天君就可以撒矣的地方。 古老的恐怖天君,洪荒天君都在修炼,没有空理会你。 否则的话,你以为能够在我们启元皇城之中这样大摇大摆? 恐怖天君,洪荒天君都是相当于永恒灾难混沌这样的天君,尤其是洪荒天君。 已经渡过了八个混沌纪元了,传说之中,当年在启元王朝之中,除了多宝天君就是他最为厉害了。 这两大古老天君是启元王朝中最强之高手,震慑四方。 哼,一个蝼蚁而已,杀了就杀了,你弟子不长眼睛而已。 方寒的双眼鸡射浮生天君显现出赤裸裸的杀迹来。 有人替他出头,我也只有一个字,杀。 反正本座出世以来,皇甫彼岸,湛王天君,苗梨天君,义天君都死在本座手里。 死亡天君也都受伤而顿了,我是纪元天君,连天君都杀了,杀一个不是天君的蝼蚁,莫非还要给人交代吗? 你! 浮生天君怒吓,随后听着方寒的话。 什么?皇甫彼岸,湛王天君,苗梨天君,义天君都死在了你手里? 本座掌握丹界,他们来窥视自然逃脱不了陨落的命。 方寒不知可否道,也不解释。 河土天君,你说呢? 现在启元王朝形势危急,天庭不日就会要来攻打。 你们现在鼎盛繁荣,但是以后的日子何去何从还说不定。 我这次前来,第一是为了弥保,第二就是代表殿母天君,鸿蒙殿,混乱天君和启元王朝进行合作。 罗赫,你们的意思怎么样? 殿母天君,鸿蒙殿,混乱天君。 河土天君神色凝重了,一连连了三个名词,让他脑袋嗡嗡作响。 殿母天君已经转节归来了,鸿蒙殿也已经出现了? 不错,鸿蒙殿现在正在丹界中,我不日就要广开山门,成立纪元门了,到时候鸿蒙殿也会显现。 丹界就是在我的山门之所在,到时候邀请诸位前去。 方寒说话慢条斯理,一切都是以事实,只有事实才是根本。 自己现在的实力彻底镇压住了眼前的浮生天君和吐天君,就不会怕他们有什么歹毒的心思了。 如果方寒不是天君,或是刚刚晋升天君的雏儿,没有天葬之官,刹那王袍融化好的纪元神阵,这两大天君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而现在不过是外强中甘霸。 开玩笑,谁会得罪方寒这么恐怖的敌人呢,尤其是背后还有庞大势力的情况下。 那混乱天君,可是媲美洪荒天君的高手啊。 第2302集 忍气吞声 殿母天君更是恐怖,当年召唤出永生之门来,把造化仙王都差点击败,一旦复活,转节归来,恐怕是比当年更为恐怖。 别的没有,就算是方寒一人,现在,就算是启元之地所有势力全部出洞击杀,都无法把他杀死,反而是留下一个大祸害。 附生天君,现在怎么办? 河图天君意念一动,一股神念传递进了附生天君的脑海。 你是否要报仇,联手一起对付这寄元天君方寒? 你的徒弟不败天主,不能够白死。 附生天君艰难却又不甘心地道。 这寄元天君方寒实在是太过恐怖,我们两个人联手起来也估计对付不了他。 若是他没有刹那王袍天葬之关这两件神物,我们联手借助启元皇城的力量倒也不是不可能。 最起码眼下不能够和这方寒闹僵,否则后果难以预测。 你保是肯定要被他带走的,而且我启元王朝夺出了这样一个大敌人,寝食难安。 尤其是那混乱天君,殿母天君,鸿蒙殿,都是恐怖至极的东西,落入一个人的手中。 而且你看到了没有,这个叫做风白雨的人,乃是远古极其厉害的佛界无敌至尊世家王佛天君转世,已经表现了足够的战力,就要净升到达天君境界。 一旦净升,苏醒远古的力量,只怕是佛界之主,世间无量王佛都要前来接引。 一旦得罪了他,就等于是得罪了整个佛界。 何图天君也点点头,我徒弟不败天主的事情只能暂时搁置,等待应景的时候,才一柄爆发出来。 复生天君不甘心,却又不得不忍气吞声和何图天君商量,最终达成了协议。 方寒看着复生天君,何图天君两大至尊的神色变化,哪里还不知道两个人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实际上,他处于绝对的上风,凭借现在的力量,完全可以带弥宝直接走人,并且让启元王朝吃个大亏。 甚至当场把复生天君、何图天君其中一个人给隔杀掉,所以他无所畏惧。 掌控一切的感觉由然而生。 复生天君、何图天君两大至高存在商量了一阵,决定忍气吞声,把这件事情暂时接过去,不和方寒翻脸。 因为他们心中清楚得很,和方寒翻脸,立刻就惹下大祸,不但不留下对方,反而还被带走弥宝,大杀一通,多出一个可怕的敌人来。 而和对方须与尾仪,以后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掌握今天的场子和门面来。 复生天君冷静下来,直接对方寒说。 好,集园天君方寒,今天的事情咱们就暂时接过。 我徒弟不败天主是咎由自取,得罪天君,朝子不亮,怨不得别人。 既然你是弥宝的丈夫,结盟的事情也不是不可以。 天界的大劫即将来临,各自凭借手段,度过天地破灭大劫。 天庭现在正在凝练三十三天至宝,野心非常之大。 一旦炼制成功,就相当于多了三十三尊可怕的天君,横扫世间不成问题。 我们齐元王朝早就洞彻了天庭的阴谋。 几位古老的天君,也在闭关炼制一件足以抗衡三十三天至宝的东西。 有了纪元天君的加盟,以后对抗天庭的机会大大增加了。 不错,不错。 和图天君也画方一转。 这件事情就这样敲定下来,攻守同盟。 无论是纪元门还是我们启元王朝遭遇到天庭的进攻,都要相互增援,不得背信弃义。 也唯独如此,才可以化解我们之间的小小怨戏。 哼,既然如此,就定下来了。 方寒心中暗暗冷笑,他哪里不知道,齐元王朝的两大天君是虚伪一样。 现在表面上放弃仇恨和自己结盟,只要你有机会就狠狠咬上自己一口,甚至是杀死自己。 不过自己也是一样,对这一切洞察秋毫,利用弥宝炸取启元王朝最大的价值,同时也使得天庭三十三天至宝一出世,就把锋芒指向启元王朝,好使得自己有时间把法力修炼到更高的境界。 绝带,华道,虚无,主神,你们还不退出去,以后不准来到弥宝的府邸搅扰,知道了吗? 复生天主抱贺了一声,这四大天主面面相去,都准备退出去,他们的眼神中也全部都是绝望。 弥宝从此之后地位不可动摇,得到了纪元天君方寒的守护,恐怕进入起源之地,接受一些古老意志传承的事情,是板上钉钉的事。 四大天王带着无限的屈辱走了出去,一个个神色落魄,方寒看着他们的背影,无动于衷。 弥宝的府邸之外,四大天王突然停留下来,其中化道天主儒雅之风尽尸, 脸色惨白,刚刚是元气大伤,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够恢复得过来。 可恶,可恶啊,本来这次对付弥宝十拿九稳,却没有料到半路杀出一个纪元天君方寒。 这么厉害,把我们的计划毁于一旦。 话道天主歇斯底里的长笑连连,一口怨气清尽五湖四海之水,都难以洗刷掉。 第两千三百零三级,再练万恶之源。 绝代天主苦涩地说。 没有办法,神家是天君的修为,不可抵御。 而且此人实力极其强横,嚣张至极。 没有看见一掌就击溃了浮生天君,和土天君的联手吗? 这种修为,祖祖比得上一些真正不灭的远古天君。 这样强横的实力,谁不记得? 足可以纵横古今天下。 温医生好强,就想镇压过迷宝。 不过这次确实不行了,他肯定比我早修炼到达天君。 那也不一定。 虚无天主恶狠狠地道。 去启元之地继承那些古老意念的传授法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启元之地危险重重,里面那些古老意念,是曾经陨落的无上天君,甚至还有媲美仙王的存在。 他们虽然陨落,但是意念却被启元贤王禁锢起来。 有一些无上磨念,天地煞念都在其中,进入其中接受传承,危险无比。 一个不小心就要陨落。 那倒是,启元之地天君陷入其中都难以脱身,甚至会深受重伤。 曾经有一位外界的天君深入其中,想获得启元之地的一些宝藏, 但是却被困在其中,直接死亡。 我们进入其中,接受启元先王遗留下来的一些古老意念传承,困难重重,必须要有护道人。 而一位天君进入其中守护,肯定不够。 需要多位天君守护,所以才一直为了这个事情,必须要召开会议。 诸神天主说。 所以,这次方寒的出现,倒是个机会。 不错,是个大好机会。 你是说,我们启元王朝的天君,会让他进入启元之地之中,为民保护道? 绝对天主眼神一亮。 不错,这种危险的行为交给他去做,合情合理。 到时候,他说不定就会陨落其中。 对,就算不陨落,也会身受重伤,不能够自拔。 启元之地接受传承,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要不然,我们早就进入其中了。 诸多天君不愿意互盗,是因为启元之地太过危险。 而且以此出动三位以上的天君,启元王朝就空虚了。 到时候,被外敌所成,也是一件顾虑的事情。 这次事情,都解决了。 而且我们也可以趁机进入启元之地中, 等待那启元天君扫清了障碍,接受传承。 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不错不错,好机会,好机会。 四大天主议论纷纷闪烁而去,似乎是在计算着什么阴谋。 弥宝扶底之中,方寒端坐下来,和浮生天君和图天君在商量什么大事。 弥宝封白玉等人坐在一边。 和图天君看见和方寒谈话进入了正轨,立刻开口说。 纪元天君,你既然是弥宝的丈夫,手段高强。 那这次正好成为弥宝的护道人,护送他进入启元之地, 接受启元祭坛上许多古老意念的传承和洗礼, 晋升到达天君的境界。 护道人? 凡寒目光一闪,和图天君侃侃而谈。 是这样的, 启元之地是当年启元先王遗留下来的传承之地, 有鬼神莫测至无量玄机。 所以,就算是天君进入其中,也十分困难,危险重重。 大量的亘古陨落的意念强者充塞其中, 而启元先王在最中央, 留下了一尊祭坛, 经受过祭坛之中古老的意念洗礼, 就可以有很大机会晋升到达天君。 不过我们最少要三位以上的强者进入启元之地, 才能够守护弥宝不受伤害。 但是这样一来, 启元王朝空虚, 很容易被外敌入侵。 所以, 启元天君你法力高强, 一人抵挡住三位天君, 作为弥宝的护道人最为合适不过。 如果同意, 明天, 明天你们就可以进入启元之地, 帮助弥宝接受传承。 我身为弥宝的丈夫, 这件事情择无旁贷, 方寒点头, 他心中稍微一算计, 就看出了诸多人物的阴谋。 心中暗暗冷笑, 却也不拒绝, 不管怎么样, 帮助弥宝先修炼到达天君的境界再说。 弥宝一旦成为了天君, 在启元王朝中, 立刻就属于决策层, 地位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 好, 那就这样敲定了, 启元之地非常危险, 接受传承也是一件大事, 你们就好好地准备。 明天, 明天这个时候, 我们诸多天君就开始传承之门, 送你们进入其中, 直到接受了传承, 再建议你们出来如何。 和图天君好像放弃了心中的一颗大石头, 站起来, 对着浮生天君使了个眼色, 两个人告辞而去了。 两大天君离开了这里, 到达虚空中, 这才停留下来。 浮生天君问道, 和图, 真的让这纪元天君进入启元之地? 启元之地虽然危险, 但机遇也非常之多, 万一让方寒进入了启元之地得到什么神物, 那岂不是如虎天意? 再也没有人对付得了他。 第2304集 万恶之元神关 得到神物, 哪里有这么容易? 当年红黄天君进入其中, 收刮了几件神物, 也差点没有能够全身而退。 他一个最初诞生的天君, 强横也强横不到哪里去, 能够进入其中获得神物, 简直搞笑。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我们可以借助他的开路, 在启元之地中获得一些东西, 他不过是一个开路人而已, 只要他进入其中, 有的是机会利用的。 况且他进入其中, 我们只要把启元之门一关闭, 他就得陷入其中, 永生永世的封印在其中。 何图天君冷笑连连, 似乎早就计划好了。 这件事情, 还得和另外几位天君商量一下, 也不知道恐怖天君和洪荒天君什么时候出关。 浮生天君杀气一下子浮现了, 如同千军万马一般猛烈杀志。 快了, 一旦出关, 这方寒再厉害, 恐怕也蹦跋不了多久。 秋后的蚂蚱, 倒是他身后的殿母天君, 混乱天君, 是个恐怖人物。 还有那个风白雨, 是家天君转世。 一旦成为天君, 也是极其危险。 无妨, 这次就让他们全部进入起源之地, 生死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两大天君彻底离去了, 方寒的眼神从虚空中收了回来, 脸上冷冷的。 这些天君一个比一个会算计, 不过都是自作聪明罢了。 怎么, 方寒? 你有万全之策? 自然有了, 不过在进入起源之地之前, 我得再为你提升实力, 你的分宝盐还在吗? 万恶之源封印在其中, 我今天就彻底为你打开。 方寒手一伸, 好不容易见到弥宝, 两个人都非常高兴, 不过明天就要去神秘的起源之地了, 两个人也并没有时间去叙旧, 诉说进入天界之后的种种情况, 而是直接就开始祭练起道术来, 被明天去起源之地做准备。 首先为了弥宝祭练的法宝, 自然是分宝园中的万恶之园。 分宝园是一件神物, 不是宝贝, 是起源王朝当年留给多宝天君的存在。 多宝天君在其中封印了万恶之园, 现在方寒就要帮助弥宝祭练, 彻底恢复神物的威力, 还要打开万恶之关封印的棺材, 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神秘东西。 凭着直觉, 方寒觉得万恶之园中的封印的是极其强横的东西, 微震诸天, 恐怖淋漓, 也唯有达到修炼道天君的他, 才能够打开镇压主。 不是天君, 根本不能够启动其中分毫, 而且只有天君才能够发挥出真正的神物的奥妙来。 就算是弥宝, 经过了各种各样的剂炼, 仍旧是恢复不了分宝岩的威力。 八整大笔块岩石, 从弥宝的头上闪烁出来, 迎风一晃, 就在空中不停地延伸, 足足宽阔了十万。 不过, 只能够在方寒缔造的小世界中挣扎。 好, 这分宝岩中居然融合了如此多的神物, 方寒闭上眼睛, 打出了一道道精华出来, 渗透进入其中进行推演, 不一会儿双眼猛地睁开, 眼神中显现出了一丝惊讶来。 分宝岩其中缔造的神物, 虽然比不上天葬之官, 但却不在那刹那盲袍之下。 神物有灵, 永生之门, 宿命运转, 好气长存。 方寒一口气喷射出去, 立刻之间, 一股超越了鸿蒙之气, 混沌之气, 原始之气, 各种气息的最高之真气击射出来。 不知道是什么颜色啊, 是朱天宗任何人都叫不出名字来的颜色, 也不知道是黑的是白的, 这就是永生之气。 自从方寒修成天军, 运转小宿命术, 凝结成永生之门, 其中的每时每刻, 都有着丝丝永生之气流入身躯中。 不过, 这些永生之气十分的微弱, 平时不能够派上什么用场, 但是对于祭练神物, 确实有着大的好处。 这也是方寒为什么这么快就炼化了天葬之关, 刹那王袍的原因。 一般的天军得到神物, 要真正祭练, 都得耗费很长的时间和岁月, 而且融合程度并不大。 比如皇甫彼岸, 得到时光之沙并没有时间去祭练, 干脆就给麾下的后代皇甫大盗用。 不过方寒利用永生之气, 却可以很快地祭练神物, 使得神物恢复先天之妙用。 因为种种神物, 都是永生之门中喷射出来的, 用永生之气激励, 等于是用母乳来喂养婴儿一般, 最为合适不过了。 你接受到永生之气, 那分宝岩好像小孩子遇到母亲一般, 对着方寒发出一种亲切的震荡。 分宝岩不停地在空中震荡着, 里面层层精壁气一下就恢复了光泽, 许许多多裸露的岩石也退去了斑部, 开始变得好像是玉智一般的晶影。 不过却显现出了苍老的气息, 这种苍老的气息更加增添了亘古的韵味。 万恶之园神官, 出来吧! 方寒神色一动, 突然就触摸到了分宝岩最核心的深处, 封印的万恶之园那一片棺材空间大手一抓, 顿时轰隆隆的, 那一片时空全部都被抓出来。 一片古老的时空宇宙, 其中密密麻麻遍布了棺材群, 在棺材群的中央, 一尊巨大的棺材, 耸立在其中, 好像神王大剑散发出的邪恶古老幽明黑暗腐朽的气息, 那就是封印最初万恶之园的所在地。 第2305集 十一乌渍 方寒微微一动, 神念弹射了过去, 立刻整个棺材中邪恶之气弥漫, 滚滚的声音反击出来, 足可以毁灭黄者。 不过现在这种攻击, 根本对方寒产生不了什么作用。 他是无上天君, 而且是堪比度过了三四次纪元大劫的无上存在。 当初一点死灰色的大手, 就可以把他吓得连连逃窜的万恶之园, 现在是一点都无法伤害到他。 哎, 尼宝, 我要祭连万恶之园了。 打开那口神关, 你就把这分宝岩和神区真正的融合。 学习我的机缘之道, 全身躯体, 演化神阵。 方寒用手一点, 一道道玄妙的意念冲入尼宝的眉心中, 立刻之间, 尼宝的全身就沸腾起来, 突然散开, 开始演化为一眉眉的晶体神国式的东西, 然后一口把分宝岩给吞了进去。 那分宝岩一融入尼宝的身体中, 立刻就开始弥漫出阵阵宝气来, 无数的宝气缠绕它的周身旋转, 天军的本源都显现了出来, 咔嚓咔嚓的, 一阵阵的晶体凝固的声音, 从尼宝的身体上传递出来, 力量增长增长, 再增长, 十分的快速, 几乎是到达了一种极限, 方寒猛地一下看穿了虚空, 似乎就看到了真理圣地之中, 那天军后部绑的名单上面, 弥宝的名字在不停地跳跃着, 最后达到了第一名, 然后隐藏了下去。 分宝岩不愧是诸天神物, 一旦融合, 即效果比融化一尊天军的尸骸还要强和。 方寒点点头, 脸上显现出了一丝笑容, 就让弥宝去参悟了, 而他面对了古老时空宇宙中, 那一片棺材群, 突然一口气息击射而出, 一尊普通的棺材炸开, 邪恶之气弥漫, 方寒一下就看到了, 那棺材中一尊闪烁着乌金, 带着淡淡金色, 乌金一般的骸骨, 在不停地跳跃震荡, 陡然生腾起来, 这是一尊极其强横的巫族尸骨, 按照气息, 应该最少都是圣人的修为, 而且力量诡异。 方寒用手一点, 这乌金色的尸骨就炸开了, 化为了一个极其细微的符文, 落到他的掌心中。 这个细微的符文似字非字, 似图非图也不知道是什么, 不过方寒何等修为, 一下就看出来了, 这是古老的巫术文字, 这种巫术文字也是上上一次开天辟地, 从永生之门中流传出的巫门文字, 巫门文字非同小口, 都是从永生之门中流传出来的, 如果是真正的文字原版, 那可以和方寒手里的六字真言, 九字道言媲美了。 难道这些棺材, 是巫族中的最大奥秘吗? 云寒巫族最为原始, 最为古老的奥秘, 永生之门中喷射出的字体, 符文所画的。 永生之门中喷射出的东西, 传闻中, 拥有大机缘的文字, 可以转世, 化为人形, 那才是真正的天生大气韵的无敌强者。 当年要不是世间自在王佛快速, 想夺走了永生之门中流传出的六字真言来, 安玛尼巴弥宏, 这六个奇怪的字体, 也可以转世投胎成为人形, 个个都可能是一方大能, 为朕诸天, 成为先王都说不定。 同样, 造化先王的九个古字, 临兵斗者皆振烈在前, 也可以化为九尊大能, 所向无敌, 横扫宇宙。 现在的天下, 可能就是这九尊大能的天下。 传闻中, 当年原始魔宗的魔主, 无上魔祖, 就是永生之门中流传出的一个魔字, 转世所画的。 破碎, 一声狂号, 冲入那片古老的宇宙中, 顿时间, 千百座棺材全部一下爆炸了, 化为了滚滚元气升腾起来, 一个又一个的危险的符文闪烁着, 拼凑起来, 居然化为了隐隐约约十一个古老的屋子。 这些屋子谁都不认识, 不过方寒, 却隐隐约约明白其中的意思, 他参详着, 发现了这些字体代表的意思, 翻译成一个纪元的文字, 就是, 恶邪诸室丧腐迷藏, 商哄室, 这十一个字, 代表着巫术中的最高奥秘, 每一个字化为巫术, 都可以演化出横河杀术一般多的秘术来。 千百棺材, 其中的尸体化为一道道符文, 最终却化为了这十一个字, 每一个字都不输于那六字真言, 九字道言。 还却最后一个压轴的字, 这一个压轴的字体一旦出现, 那巫道之最高奥秘就被我掌握了, 纪元神阵, 纪元之道, 再度上乘到达一个新的境界。 方寒心中微微有一些波动, 他的纪元之道, 自从修成天军以后, 又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再想参悟前进一步, 就很困难了。 现在又有进步的希望, 真是一件大好事情。 心思垫转间, 他的目光又激射向了那最大的棺材, 神王大剑一般的神棺。 给我开! 一股毁灭性的力量, 对着那棺材击射过去。 那棺材似乎是感到了威胁, 立刻见, 棺材震动, 其中一波波的黑气凝聚出来, 那尊死灰色的大手又出现了。 你的眼将成为我的眼, 你的骨骼将成为我的权杖。 声音响彻诸天, 方寒猛地站起来, 一掌拍出, 天军的威能显现, 立刻就把死灰色大手拍得粉碎, 随后又是一掌子, 狠狠击杀在古老宇宙中的棺材上。 查了一掌。 棺材四分五裂了, 无数的万恶之源气息冲天而起, 但都被方寒给封印了。 方寒一眼看过去, 就看到万恶之源的气息深处, 一尊巨大的巫蛊尸骸, 突然睁开了眼睛, 整个天地一下转化为了巫蛊之果, 力量居然超越了天军。 第2306级 增加一个纪元的修为 好强大的气息啊。 方寒心中都吃了一惊, 那神秘的棺材一被打开, 其中的巫蛊尸骸坐了起来, 立刻乌云滚滚, 把天都遮住了。 要不是方寒的力量 封锁整片时空, 恐怕整个起源王朝 都要淹没在乌云之中了。 而且这乌云是一股丧乱之气, 万恶之源, 就算是至尊皇者沾染到了, 都要狂乱疯癫, 不能自拔, 一身到处全部丧尸毁灭, 失去修为, 沦为狂魔。 谁打扰了乌界之主的沉睡, 谁唤醒了沉睡之中的乌王之王, 打扰我睡眠的存在啊, 你必定要付出血淋淋的代价。 古老, 神秘, 强大, 浩瀚, 诡异, 邪恶的力量复苏了。 方寒甚至看到了, 那乌骨一般的尸海上 大量乌黑色的血肉 在凝结, 在生长, 在蠕动, 一尊海骨, 似乎又要生长出血肉来。 不妙啊, 这尸海到底是死还是活, 似乎是陨落了, 但残余的力量, 居然还能够生长出血肉来, 这简直是匪夷所思。 不过, 不能够再让它这么生长下去了, 否则会变成一头 恐怖无比的魔头的。 方寒身为天君, 力量非同一般, 推算之道也可谓是天下无双。 一瞬间就判断出来了, 眼前这尊尸骸 最少都是天君的秀为, 甚至有可能 是那种所向无敌的远古天君, 不能够让他复活过来,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一旦镇压不住, 被其走脱, 就是一场天大的灾难。 寄元神权, 天葬之官。 方寒想也不想, 抱身而起, 对着古老宇宙中的 巫谷尸骸击杀了过去。 那巫谷尸骸挥舞着枯瘦的双手, 连连演绎, 打出一片片的古老巫术来, 整个古宇宙都一下沸腾起来, 似乎要把方寒直接淹没在里面。 寄元神权击杀在上面, 居然显现不出来一点的效果。 还好方寒的寄元神权 只是一个幌子, 天葬之官轰隆隆地震压起来, 珠红色的棺材发出最为强横的力量, 竟然一下把巫谷尸骸给装载进入其中, 然后熊熊纪元真火开始爆炸, 在棺材之上燃烧起来。 竟然是直接祭练那古老的尸骸。 在昼不及防地偷袭下, 古老巫谷尸骸也没有防备地就被装入其中, 虽然先前封印他的棺材十分神妙, 但却远远比不得天葬之官, 一被封印进入其中, 居然无法出来。 不过强横的力量, 在天葬之官中却显得淋漓尽致, 整个棺材内部不停地传达出来震天的爆炸, 但强横尸骸攻打在上面, 一波波力量震得方寒的晶体神国, 都有一些虚浮起来。 砰, 一口永生之气喷在天葬之官上。 立刻, 这棺材力量大增, 方寒手捏法绝, 顿时三股元气在身上冲刷出来, 每一股元气都化为一尊仙王, 分别是起源造化真理, 三大仙王一个爆炸, 化为滚滚火焰, 再度增强了纪元火焰的威力, 三大仙王炼谷。 方寒彻底展开了自己的真正实力, 在炼化的过程中, 纪元神阵的威力到达了最大状态, 甚至六字真言, 九字道言也都一一地刷了出来, 不停地灌注进天葬之官中。 刹那王袍彻底发挥出实力来, 里面的刹那真地飞出来, 对着棺材中不停地轰击着。 方寒更是逆转了实践, 外面每一个实战里面都过去了十万年。 就这样的不停地祭练, 足足祭练了三十万年。 那棺材里的动静才越来越小, 最后一股极其强烈的怨气冲出来, 经久不细。 方寒却是直接一口气, 就把那些怨气给吹散, 消灭于无形之后, 随手手掌一翻, 棺材盖打开了, 顿时一道纯正的乌金光辉冲天而起。 在无尽的光辉中, 一个奇怪的蚊子冲天而起, 沉浮不定, 散发出威震诸神, 同领一个纪元的无上威力来。 这个古老的蚊子, 是上古时代, 上一个天地大破灭之中, 最为盛行的乌字, 一个真正的乌。 这个乌, 是永生之门中流传出的最原始的那个蚊子。 很显然, 这个被封印的万恶之源, 就是传闻中乌界之主的尸体, 是乌字转生的人。 超越了天军的一丝气息, 方寒心中激动, 猛烈地推算着。 这乌界之主, 传闻中是先王的修为, 不过后来经过无数次大战, 居然陨落, 先王的法则全部陨灭了, 所以才露到现在这个模样, 不知道怎么到达启元先王的手中, 再次给多宝天军, 流落到下界, 就到了分宝然的主人手中, 最后是弥宝。 这个尊贵的乌字猛烈流转, 突然一下震荡, 本来融入方寒山区中的十一个骨子突然飞了起来, 围绕这个乌字旋转, 乌字在中央, 恶邪诸室丧腐迷藏, 伤轰尸, 十一个骨子在周围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巫术文明, 演化出了大尖世界碎裂为微尘一般的神通道术传承来。 好法宝, 好骨子, 这些骨子都是永生之门中流传出的好东西, 和六字真言九字道密一般, 甚至在杀伤力上更要强横得多。 得到这些骨子, 我的机缘之道起码省去了一个天地大破灭才有的残悟。 防寒张口, 把这些字吞入口中, 立刻就感到自己的机缘神阵威力大了许多, 尤其是那个屋子, 几乎是威力比六字真言九字道密都要大得多, 但六字真言九字道密虽然厉害, 但比起屋子来, 却少了一个机缘雄霸无敌的沉淀。 第2307集 这可是先王打造的最强神物。 防寒现在是彻彻底底把万恶之源给炼化, 化为了十二个古老的巫术文明字体, 融入机缘之道中, 简直足足增加了一个混沌机缘的修为和沉淀。 现在防寒的修为, 足足相当于三四个机缘的老一辈天军怪物, 这都是因为融化神物的效果, 而现在, 再次融合了十二个古老的屋子, 防寒就足足相当于四五个机缘的老一辈天军一样, 天葬之官增加一个机缘的修为, 刹那王袍增加一个机缘的修为, 九字道秘和六字真言增加一个机缘的修为, 而现在, 得到的古老巫字也增加一个机缘的修为, 再加上本身的实力, 防寒的种种手段, 满打满算, 现在防寒已经比得上活了五个混沌机缘的怪物天军超级强者了, 活了五个混沌机缘有多么的恐怖啊, 杀戮天军, 灾难永恒混沌这些天军, 也都只活了五六个混沌机缘, 也就是说, 现在的防寒已经真正能够和他们抗衡了, 单对单都不会逊色了。 好, 很好, 非常之好。 防寒融合了十二个古字之后, 身形修为再次大增, 智得意满, 睁开了眼睛。 本来这次去启元之地倒是有一些麻烦, 现在增加了一个纪元的修为, 可以真正和那些上古天军媲美了, 如果这次再度进入启元之地, 获得一些神物, 那么可以直接达到混乱天军, 甚至启元皇朝, 洪荒天军这种层次了, 甚至比得上一些古老的戒主, 比如五戒之主的五祖, 法戒之主, 鬼戒之主等人。 防寒知道, 这个天地间先王已经不出事了, 但这个天地之间, 还有那种极其变态的天军, 比如法戒之主, 传闻中, 这位天军有着十个纪元之上的修为, 并不是因为他活了十个混沌纪元, 而是他也和方寒一样, 获得了永生之门中喷射出的诸天神物, 增加了自身的修为。 不过神物也是有限的, 只有那种极其强横的神物, 融入身体, 才能够直接提升一个混沌纪元的修为, 比如方寒的天葬之官, 刹那王袍, 又比如鸿蒙殿。 当然, 无论是天葬之官还是鸿蒙殿, 都没有发挥出最强的威力来。 一旦发挥出了最强的威力, 彻底练化, 绝对不止增加一个混沌纪元这样的修为, 甚至会增加三个四个五个。 这可是先王打造的最强神物啊。 方寒, 你练化了万恶之源, 威力觉得如何? 米宝突然睁开了眼睛, 对着方寒说。 方寒看出了, 米宝也彻底融合了分宝岩这件神物, 修为已经可以和天军媲美了。 就算是天军也杀不了米宝, 甚至都有可能平分秋色。 当然, 是这个机缘中诞生的天军, 像是河图天军, 浮生天军, 这种活了一个混沌机缘的老怪物, 米宝就不是对手了。 我完全可以守护你进入起源之地, 接受天军传承, 晋升到达天军的境界。 你继承天军, 我就放心多了。 我们也可以真正联手, 对抗天庭了, 天庭不日就要把三十三天至宝炼制成功, 到时候第一个肯定来毁灭丹界和我的机缘门, 难以抗抗。 我一定要修成无上天尊, 为你分担压力。 米宝眉毛一挑, 散发出凛然之气了。 我也快要修成天军了, 不, 是重新晋升为天军。 一旁的风白雨突然倒, 他的背后, 佛光越来越浓烈了, 世家王佛天军的气息越来越浓郁了。 方寒心情大好, 这次和米宝一起修炼, 不但炼化了分宝炎, 还得到了里面的万恶之源十二个古老的污渍, 整个无界的精华之所在。 修为直接增加一个纪远, 相当于经历过了一次天地破灭大劫一般。 而且风白雨的修为, 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一旦苏醒世家王佛天军的记忆, 恐怕真的又是一大助力。 除此之外, 风遥光, 也把不败天主的所有道术凝炼了一遍, 修为越发晶莹剔透了, 进入启元之地更有把握了。 启元之地虽然危险, 但却蕴含着颇多机遇, 是启元王朝的第一重地。 启元先王缔造的无上传承之地。 天军进入其中都异常危险, 不过这次方寒进入其中, 却准备大肆收刮一番。 他也知道, 启元王朝的人利用自己, 进入其中抵御邪恶的存在, 王朝的人却可以大占便宜, 不过他也就将计就计, 现在提升修为, 更有把握让启元王朝 是一个大大的哑巴亏了。 启元天军, 米宝, 你们还请前来, 来到启元殿中商量大事。 突然之间, 一阵声音从天而降, 在方寒布置的阵法之外, 轰隆隆响彻着。 是时候了, 修炼这么久, 也到达了第二天了。 方寒站起来, 带着米宝, 风白雨, 风瑶光, 小黄身躯一转, 一步踏出时空流转, 就来到一座古老的大殿堂中。 这大殿堂建筑宏伟, 古老, 石柱林立, 呈现出一种青涩来, 好像玉一般。 不过方寒看出来了, 并不是材料, 而是一种法则凝聚而成的, 非常坚固, 是传说中的钢枝法则, 修炼金系法则到了一种极点, 才能够凝聚出的法则。 这法则无间不摧, 无物不破, 天军都不能够一下摧毁。 第2308级, 贪狼之主。 整个大殿都是钢枝法则凝聚而成的, 可见建造大殿之人的强横, 只怕是这个世界中的顶尖角色。 不过方寒直接看见了 这殿堂最中央深处的一座门户, 那门户呈现出了起源的颜色, 四黑四白, 清灼难分。 这是起源之门, 起源先王锻造的门户, 上面禁法林立, 比起丹家的门户来更为强横, 天军根本无法攻破。 现在起源之门紧紧地关闭着, 可以看得出来, 一旦打开, 起源之地就在其中, 巨大的危险也在其中酝酿了。 在整个大殿里站着六个人, 其中两个是浮生天军, 河图天军, 而另外四个居然也是天军, 两男两女, 六大天军同时站在起源殿中, 看见方寒到来都是一惊, 因为他们都没有发现, 方寒是如何跨越时空来到这里的。 这是起源王朝之中所有的天军了, 除了洪荒天军, 恐怖天军没有来到之外都到达了。 两男两女分别是县级天军, 傲矢天军, 洛川天军, 蝶练天军。 弥宝的意念, 传递进了方寒的脑海中, 看到六大天军一一行礼, 不敢有丝毫怠慢。 方寒却就站立不动, 就是微微点头。 双方都是同等的天军境界的无上强者, 同样的生命层次, 平起平坐, 双方都孤傲。 方寒目光一扫就已经看出来了, 六大天军中, 两个女天军法力最高, 洛川天军身穿翠绿色的衣服, 水泻长裙, 衣袖飘飘, 身上环配叮当, 有古典侍女的风范, 不知道多少个纪元之前承到的大能, 而蝶恋天军则是一身白色的衣服, 衣服上刺绣着许多翩翩起舞的彩蝶, 每一只彩蝶都是灵动潇洒的, 在天地之中舞蹈, 这个女天军田净悠然, 让人一眼看上去, 就觉得来自心灵上的无上安慰。 除此之外, 两个南天军, 济县天军, 傲视天军, 都和浮生天军, 河渡天军的修为相差不多。 这些天军, 比起皇甫彼岸, 湛王天军木野荒, 溢天军, 鸟离天军来都要厉害一些, 不过对于天庭的天军来说, 却逊色了许多, 算起来, 启元王朝有八大天军, 现在六大天军, 还有恐怖天军, 洪荒天军, 人数虽然比天庭多, 但是灾难永恒混沌杀戮, 任何一尊, 都可以抵得上两三尊都不止。 樊寒计算了一下, 启元王朝虽然兴盛, 但是天军的质量却不如天庭, 更何况天庭在远古时代, 也有着混乱天军, 华天军这样的高手, 只是一个反出天庭, 一个直接死亡了。 当然, 启元王朝在远古时代, 更有着多保天军这样的至尊强者, 还有一个开创了太上九卿天的太上天军, 但是天庭却出了一个殿母天军, 超越所有天军, 直追仙王。 不过, 眼下这六大天军非同小可呀, 如果联手起来, 足可以镇压方寒了, 这一点方寒自己心中也非常清楚。 不过他现在也今非昔弊了, 就算六大天军联手杀他, 和他死磕, 他固然被镇压, 但是其中最起码有两尊以上的天军, 要被他拉去陪葬了。 这一点, 在场六大天军心中也非常的清楚。 不过, 那洛川天军, 蝶炼天军的实力, 还是隐隐约约让方寒心中有一些忌惮, 要不是方寒刚才炼化了污道十二古字, 否则的话, 还要忌惮得深刻一些。 济炼天军, 现在你已经和我启元王朝结盟, 从前的一切种种都可以既往不咎, 从现在开始, 双方就是坚定的盟友。 那个女天军, 洛川天军开口了, 好像是六大天军中的主心骨。 我们启元王朝的传承之地就不用说了, 天军进入了其中都不一定能够出得来, 里面的规则完全不同。 不过, 蜜宝身上的分宝炎是传承令的作用, 可以得到启元之地深处的传承祭坛, 得到其中古老的意念的传承。 这些我都知道了, 我作为蜜宝的护道人, 必然能够守护他成为天军。 好了, 诸位, 就请打开启元之门, 我们进入其中吧。 好。 洛川天军对其余的五大天军使了个眼色, 六人同时念出一个咒语来, 手中多出一道钥匙形状的符路, 对着启元之门开启。 咔嚓的一声, 一阵缓缓的石门开启的声音响彻起来, 最后一个漆黑的世界, 连光线都被吸入其中消失不见了, 违反了一切规则的世界, 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一阵凄厉的长笑, 宛如月夜之狼晚上的狂笑, 从石门深处扭曲的世界中传递出来, 凄厉无比, 众人身上都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突然石门中扭曲的世界, 一阵太古凶煞之气突然凝聚, 然后一声狂吼, 元气爆炸, 众人就看到, 一只硕大无比, 好像太古城池一般的狼爪, 从门户后面探了出来, 那个狼爪上面是青色的毛, 支界根根, 看比最为锋利的神物常见。 撕裂苍穹, 撕裂诛天, 毁灭苍生, 对着外面的诛人, 甚至诸多天君狠狠抓了下来, 不把人撕裂成粉末, 势不甘休。 不好, 这是贪狼之主的一年, 贪狼之主是远古受到, 三个纪元之前的无上受主之一, 极其强悍的天君, 但是陨落了。 启元先往当年收集了他陨落的残余一年, 封印在启元之地中, 现在居然恢复了过来, 不能够让这古老的一年冲破门户,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河土天君, 浮生天君, 看着那巨大狼爪直接探出来, 脸色都是一变。 第2309集, 冲入了启元之门。 贪狼之主, 上古受到之中, 一位无上受主。 风白雨也变了颜色, 他已经渐渐苏醒了, 来自远古世家王佛天君的记忆, 深深之道, 三个混沌机缘之前, 兽到文明是多么的恐怖, 其中许许多多的兽主, 都拥有强大而野蛮的战力, 穿梭在无数个异度时空中, 那个时候, 是野兽的天堂, 是修士的噩梦。 尤其是这个贪狼之主, 更是其中的强横兽主, 雄为镇压天穷, 不知道多少天君陨落在他的手里, 凶横的意念, 可以直接把一个又一个的宇宙毁灭, 重生。 凶, 就是一个字, 就是贪狼之主的代名词。 封印。 立刻封印。 千万不能够让贪狼之主的意念出来, 就算不是真身, 是意念, 也可以杀死天君, 把我们启元王朝之中搅得腥风血雨。 这启元之地实在是太恐怖, 启元先王当年什么都往里面放, 缔造这一个恐怖的传承之地, 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难道就不怕有朝一日, 那些古老的意念都释放出来, 这是一个天大的祸胎。 六大天君纷纷怒吼, 抱身而起, 就要联手施展出封印来, 但就在这个时候, 方寒抢先出手。 方寒手刀一扬, 一到命运之长河滔滔不绝, 就滚滚向前, 一个瞬间一个刹那, 就斩杀在那个巨大的狼爪上。 那狼爪一翻, 上面居然发出了凶狠的兽气, 千万狼笑从上面浮现出, 每一声狼笑都等于是一头善骨天狼在燃烧所有的生命, 对着天地进行祭祀。 众人都看到了一幅图画, 那就是整个宇宙之中, 化为了茫茫无边无际的草原, 无数天狼对着月亮狂笑, 月亮都成为了血红的颜色。 血月线, 天狼笑。 方寒连连变化, 突然命运长河中出现了六字真言, 九字密道, 还有那十二个骨子。 一阵之间, 全身气息飞扬跋扈间, 我为宇宙之雄的大势显现出来, 咔嚓的一声, 就把狼爪震碎。 我记住你了。 那狼爪突然一下就缩了回去, 传达出来贪狼的诅咒。 方寒出手, 就把贪狼之主给击退了。 六大天君都震撼了一下。 对望的双眼中, 都显现出了惊异万分的神色, 尤其是浮生天君和河图天君。 他们昨天回去之后, 对方寒的能力深入进行推算了一下, 大狱已经知道方寒的实力在什么程度, 从而和诸多天君商量, 针对这种实力做出种种判断和对策, 但是今天看来, 方寒的实力又提升了, 而不是简简单单那种提升, 好像又是多活了一个混沌纪元一般, 这种实力简直太过恐怖了。 也标志着他们的种种计划都要被打乱了, 一切针对方寒的行动都要重新规划了。 方寒深不可测, 荡漾在诸多人的心头。 有几位天君看着方寒, 信心都动摇了。 方寒目光横扫了一眼在场的诸位天君, 哈哈一笑, 六大天君的反应他都看在眼里,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他哪里会不知道, 六大天君肯定会针对他做出种种情况的, 甚至会在他进入起源之地以后暗算都说不定。 现在, 自己展现出了比他们推算中更为强横的实力来, 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就获得了时间和机会。 贪狼之主虽然厉害, 但毕竟不是三个机缘之前的那尊无上受主了, 六位倒是不必担心, 可这就护诉弥宝进入其中, 展示着古老的意念, 让弥宝接受天君之传承。 方寒大袖一卷, 无数晶体神国化为滚滚长河, 把弥宝风白与风瑶光小黄都包裹在其中, 在端坐纪元神阵, 冲入了起源之门, 顿时就消失不见了。 方寒的动作极其的快, 还没有等待六大天君反应过来, 人就已经进入其中了,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又打天君面面相觑,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两久之后, 那洛川天君女子才目光一闪。 速速关闭起源之门, 让那方寒无法出来, 他进入了起源之地就好, 一切就还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接下来, 我们重新商量对付他的计划, 此人太可怕了, 不过是一个新晋升的天君而已, 居然有这么强横的力量。 他的力量比起我们的推算, 一夜之间怎么强大了这么多, 简直是相当于多活了一个混沌纪元, 经历过一次天地破灭大劫, 到底是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 还是他在以前就隐藏了自己的实力? 蝶恋天君这个女子也迷惑起来。 现在我们怎么办? 按照先前的计划行事, 也连手进入起源之门中, 催动其中的阵法, 让起源之地的所有古老意念, 都注意到达方寒的身体上。 而我们带领麾下弟子, 悄悄潜伏接近传承之祭坛, 然后各自接受传承的意念, 冲击天君大卫。 这一个计划始终要实施的。 可惜呀可惜, 我的徒儿不败天主就这样被他杀了, 否则的话, 这次也可以进入传承之地 接受古老的意念, 晋升到达天君。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进入传承之地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那传承之祭坛, 乃是起源先王得资上古祭祀之道圣坛, 以自身法力锻造了无数个年月, 经历过了十次天地大破灭以上的结束, 还配合诸多远古天君才祭练而成的。 进入其中接受传承, 就要遭到像贪狼之处 这些无比厉害的意念围攻, 天君都得死于非命。 不过这次, 那纪元天君方寒吸引火力, 我们配合起源神符, 潜伏进入其中, 那就轻松了许多。 第2310集 洪荒天君 不得不防, 防寒的实力增强了这么多, 得先搞清楚是什么原因, 才能够万全行事。 六大天君意识交织, 瞬息间, 千万主义各种商量都在连续地推算着。 就在这时候, 一个古老的洪荒意念, 突然降临了整个殿堂, 六大天君全身一阵, 不可置信地看着虚空中的, 这洪荒意念的源头。 洪荒天君? 洪荒天君, 你闭关修炼神物醒来了? 洪荒天君, 蝶恋天君, 两大女子尤其是惊喜。 没有, 还差一点点就全功了。 那古老的洪荒意念传递出来了生意, 他居然就是起源王朝中的最强者, 足足活了八个混沌纪元的老怪物, 超级老古董, 洪荒天君。 不过, 你们计划的事情我已经知晓, 更知道了寄元天君方寒来到这里的事情。 寄元天君, 异军突起, 今生为无上天君还没有多久, 就大杀死方, 占据丹妓, 夺取天葬之官, 刹那王袍, 更是得到了佛门的六字真言, 道家的九字道秘, 这些都是无上至宝, 而且, 他于昨天, 竟然直接把弥宝分宝严中封印的 污界之主残留的一些尸骨炼化, 得到了永生之门中流传出来的十二个古污渍, 导致自身法宝暴涨了一个混沌纪元, 这是他法力为什么会突飞蒙进的原因? 什么? 他的法力已经到达了可以炼化污界之主残留的尸骨, 反本还原, 提炼出污渍的境界, 这怎么可能? 当年多宝天君都做不到, 任何天君只要以祭炼污界之主的尸骨, 就会被其中的万恶之气污染, 陷入万劫不复的痛苦深渊之中, 浮生天君大吃一惊, 这祭炼天君有独到之处, 他第一是得到了殿母天君命运的传承, 第二是独自领悟祭炼之道, 第三是把祭炼造化真理三大先王的绝学全部融会贯通, 第四拥有天葬之官这种法宝, 第五他已经成功地沟通了永生之气, 所以才会把污界之主的尸骨这么快就提炼出来, 洪荒天君居然事事都知道, 那他如此之厉害, 进入起源之地岂不是, 河图天君都震惊地失去了颜色, 洪荒天君发出了滚滚的声音, 那也没有什么, 一切种种都在我的算计之中, 当年我进入起源之地, 留下了一些后续手段, 这次纪元天君方寒进入其中必死无疑, 也是我们启元王朝的一大机会, 他的天葬之官, 刹那王袍都是无边神物, 现王都要垂涎的至宝, 一旦得到我们启元王朝就会横扫天下, 甚至下一个纪元都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天庭的确是狼子野心, 永恒混沌灾难杀戮雷敌五大天君, 正在凝练三十三天至宝, 不日就要成功, 到时候肯定会横扫天界, 真理圣地, 启元王朝都在他们横扫的过程中, 不过我如果得到了天葬之官刹那王袍的话, 就可以直接抗衡, 甚至斩杀了这方寒, 我们还可以直接毁灭丹季, 把那鸿蒙殿也直接夺取在手上, 六大天君都松了口气, 洪荒天君原来早有算计, 既然此事洪荒天君有这样的算计, 那可见是万无一失了, 我们现在怎么安排, 就全听洪荒天君的计划, 好, 你们, 那洪荒天君的滚滚声音突然间化为六股意念, 钻入六大天君的石海中, 让六大天君知道了事情该怎么做, 两久之后, 六大天君突然睁开了眼睛, 对望了眼, 脸上显现出了笑意, 河图天君大袖一挥, 学代, 画道, 诸神, 虚无, 风锐, 刀痕, 骨车, 你们都出来吧, 耍耍耍耍耍, 七声响, 七大天主, 个个都雄霸天地, 纵横天君之下, 挥斥方球的高手出现了, 其中四位, 是在昨天和方寒争斗被彻底压制住, 灰头土脸的天主, 而其余的三位, 个个锐气冲天, 似乎是刚刚出馆, 其他天主都败了下去, 参见天君, 骆穿天君把手一挥, 起来吧, 启元之地非常危险, 无数古老意念冲塞其中, 天君都不得善终, 本来早就想把你们带入其中, 接受祭坛之传承, 不过始终抽不出身来, 但是今天却有了机会, 一起进入其中, 成为无上天君吧, 天天能够炼制出三十三天至宝, 我们启元王朝, 也可以造就出一批天君来, 可恶啊, 我的徒儿不败, 天主不在其中, 看着七大天主, 浮生天君恶从心头起, 怒向胆边生, 浮生天君放心, 我昨天在闭关, 没有见识到那纪元天君的手段, 不过我必会修成天君正德大道, 把他斩杀, 为公孙不败兄弟报仇, 一个天主, 浑身就好像一口刀锋一样, 时时刻刻都散发着锋利的气息, 正是锋锐天主, 不错, 我浸生无上天君, 没有一点阻碍, 正德大道之后, 必杀纪元天君, 把他踩踏在我的脚底下, 又一个锋利的男子说, 这是认恒天主, 我也要让那纪元天君跪在我的面前求饶, 天君又如何, 我就算不浸身天君, 也可以把他斩杀, 以天君之下的境界斩杀天君, 我要做那古往今来, 无数纪元之中第一人物, 这个声音更加的狂傲, 更加的不可一世, 这是锋彻天主,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